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中共中央开始召开18届七中全会 按照惯例这次会议大概要持续4到5天 因为这个18届七中全会 它是一个闭门会议 它只是在会议闭幕的时候 它发一个全会公报出来 在会议召开的这段时间 它是没有任何消息出来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 我们不会看到中共高层直接发出什么大的新闻出来 不过今天有一则新闻倒是值得我们注意 今天中国各大网站都在显著位置转载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武警司令员王宁写的 题目是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首先这个武警司令员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职位 所以武警司令员亲自撰写和发表文章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其次呢 这篇文章啊它发表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前夕啊 就让人们感到这个文章它不是泛泛而谈的 而是有目的有来头的这么一个文章 再其次呢 这篇文章它的题目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度高的话题 主席负责制 因为在十九大之前啊 早就传出来说是习近平有可能废除常委制改为主席制 现在王宁这篇文章虽然他谈的是军委主席负责制 那么你改成党主席负责制 就是道理也是完全一样的了 那么这篇文章是不是要给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废除常委制改为党的主席负责制来进行舆论的造势呢 现在看来啊 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我们先看这篇文章的作者 武警司令员王宁 王宁他是一个红二代出身的人 而且他和习近平的关系也不一般 王宁是武警上将 今年六十二岁 王宁是红二代出身 他父亲是南京军区副军级干部 他岳父是中国开国中将南京军区原政委杜平 他舅舅是南京军区原司令员顾辉上将 王宁他是1970年参军 他参加过中越边境作战 王宁他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 1994年王宁调到南京军区驻扎在福建厦门的第三十一集团军 达任三十一集团军的副参谋长和九十一师的师长等职务 这个是王宁交好运开始的起点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就认识了当时在福建省任职的省委副书记习近平 南京军区现在已经改为叫做东部战区 是跟习近平渊源最为深厚的军区 习近平当年任职的福建浙江上海都是属于南京军区的范围 所以习近平提拔的很多军队将领都是南京军区出身的 那么在南京军区里面跟习近平关系最近的就是驻扎在厦门的第三十一集团军 最近新任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苗华 他也是三十一集团军出身的 因此王宁可以看成是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低戏 那么他这次以武警司令员的名义 亲自出来挺习近平 这个背景又完全不一样了 再看王宁这篇文章 他首先发表在《学习时报》上 《学习时报》可是一份大有来头的报纸 它是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报纸 它直接反映着中共高层的身影 《学习时报》他在十月十一日的头版头条 刊发王宁这篇文章就更凸显了他的重要性 这里就分析一下王宁这篇文章的要点 王宁的文章说 军委主席负责制是从党 国家和军队全局出发 做出的重大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武警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最根本的是要坚定维护权威 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当前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 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陈出不穷 只有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坚定维护核心 看其追随才能经受住各种复杂严峻斗争的挑战和考验 王宁这篇文章一开始 他就说军委主席负责制是重大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这也就是暗示说中共的党主席负责制 它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它就是说明了这个主席负责制的重要性 之后这篇文章他就又说为什么要搞主席负责制的理由 他就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一个大变局 我国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阶段 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 所以在这样一个新形势下 只有搞主席负责制才能经受得住各种复杂的挑战和考验 他也就是说中国搞主席制 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王宁的文章说 从世界范围看 各国国防体制不尽相同 但其军事制度安排都有一个共同指向 就是军队的领导指挥权掌握在最高统帅手中 只有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才能真正把最高决策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过去一个时期 郭伯雄徐财后虚化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 严重触犯政治底线 把部队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党中央习近平果断查处 郭伯雄徐财后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王宁上述的第一段话 他是用外国来说是 说是世界各国的制度安排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 说是这个领导权 他要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 也就是所谓的总统负责制 总理负责制等等的这些制度 那么外国就像中国这样采用政治局常委 所谓集体领导的体制 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几乎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这也就是说 中国现在的体制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 那么王宁上述第二段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说只有搞主席负责制 把最高决策权集中到习近平手中 那么国家和社会才能稳定 才能符合世界的潮流 王宁上述第三段话 他以郭伯雄和徐才厚为例子 说郭伯雄徐才厚他们虚化和弱化了 这个主席负责制 就把部队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 中国那么过去的九龙治水的那个常委制 就是虚化和弱化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就是把国家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那么王宁上述第四段的话 他就是说习近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 他是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就把查处郭伯雄徐才厚这件事情提高到 挽救党这么一个高度 其实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 中国只有搞主席制才能挽救党 才能挽救国家 王宁的文章说 如果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 比作一条巨龙 军委主席责任制就是龙头 居于核心统领地位 党委制等制度好比龙深 解决的是政令军律畅通问题 支部建在连上就像龙尾 确保党指挥枪在基层落地生根 必须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 得到完整落实 这样党和国家就乱不了 部队就跑不了 阴谋家就反不了 王宁他上述第一段话 他是用巨龙来形象的比喻主席质 言外之意他就说党的主席 他就是一个龙头 党中央他就是一个龙身 那么各地的党支部 他就是一个龙尾了 王宁上述的第二段话 他的言外之意是 只有搞党主席制国家才不会乱 阴谋家才反不了 这里说到阴谋家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我们知道自从邓小平之后 人民日报等党媒发表文章都很少提到阴谋家这个词 这一次王宁他以武警司令员的身份提出阴谋家的问题 他绝不是泛泛而谈的 现在王宁并没有说阴谋家反不了他的具体含义 也许我们将来就会明白吧 王宁的文章说 维护和贯彻均为主席负责制是具体的 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在行动上 要把号令当铁律 自觉做到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 习主席规定的坚决执行 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 确保另行禁止 维护和贯彻均为主席负责制 核心要义是维护习主席的权威 绝对听从习主席的指挥 坚定对习主席的由衷信赖拥戴 真正做到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 不参任何杂志的 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 王宁上述第一段话 他就是说习近平提倡的 我们要坚决响应 习近平规定的我们要坚决执行 习近平禁止的我们要坚决不做 这句话他言外意思 他就是要指在胡锦涛时代 人们就是常说 政令不出中南海了 也就是在胡锦涛时代 胡锦涛提倡的没人响应 胡锦涛规定的没人执行 胡锦涛禁止的 人们照样在做 根本就不理他那一套 所以说王宁这里的意思 他就是要树立起一个 习近平的绝对权威 要习近平要说话算话 说话是有效果的 王宁上述的第二段话 他就是表示对习近平的一个忠诚 而且要是说到绝对的忠诚 他要说啊 这个不仅说绝对听从习主席的指挥 前面还要加上一些前所未有的形容词 比如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 不参任何杂志的 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 这种这样形容的一种绝对忠诚的话 在毛泽东时代也都是不常见的 由此可见啊 现在中国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又要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了 这个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思 还是下面的人想用这种肉麻的吹捧 来讨好习近平呢 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 王宁这篇文章的意思 他就是提倡主席责任制 他就是要恢复啊 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主席制 他来做一个舆论的铺垫 习近平设想的主席制 他具体是怎么搞呢 设不设副主席呢 现在我们都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吧 如果恢复了毛泽东时期的主席制 至少他意味着主席拥有一票否决权 现在的党的总书记啊 他只是一个政治局常委会的召集人 他的地位和其他常委是一样的 投票也只有一票 他最后的决定啊 是按照这个政治局常委多数人的意见 党的总书记啊 他不能否决政治局常委做出的决定 可是党主席他就有一票否决权 他就可以否决就是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任何决定 如果是恢复了党主席制 那么习近平啊 行使权力就更加不受体制的约束了 或者说他就会更有独裁的权力了 不过呢 习近平如果他要在十九大上废除常委制 恢复主席制 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缺点 或者说一个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对主席制 他心里头有一个疑惑 因为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 因为个人独裁 他这个意义孤行啊 就造成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人们对主席制啊 在心里面他会有一种疑惑 就是疑惑或者是疑虑 他就人们他们就会想啊 这个主席制是不是就意味着个人独裁呢 因此能不能有效的消除 人们心中的这种疑虑啊 这是搞主席制的一个难题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 搞主席制啊 其实不如搞总统制 也许两者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但名称上来听上去 这个主席制啊 他总有一个个人独裁很强的感觉 那么搞主席制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配套的机构他跟不上 现在几十年来 他建议起来的各种体制机构啊 他都是跟现在的这个常委制来配套的 如果你突然搞一个主席制 那么各种体制的机构 他不配套就容易出现混乱 如果处理不好 那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 这个大乱子出来 总而言之 在这个十九大上 如果贸然搞主席制的话 他是有一定风险的 甚至可以说是有比较大风险的 所以说搞不搞主席制 这就要看习近平是想平稳过渡 还是想冒险干大事了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